接下來請問一個問題 從八年級到現在 你學過哪些能量的單位 還有呢 八年級學過哪一個 八年級學過哪一個 熱量的單位 熱能的單位 卡 剛才教過什麼單位 剛才教過什麼單位 度 八年級學的是卡 九年級學了一個焦耳 剛剛教了一個度 這都是能量的單位 既然有不同的能量單位 就會出現單位換算的問題 我們基本上沒有人在考所謂的幾度電換幾卡 但是會考到幾焦耳換幾卡 幾卡換幾焦耳 我告訴你 我給你一個電熱器 給你電壓電流電阻 你算他的功率 用了多少時間 然後問你煮開水可以煮到幾度 煮開水煮到幾度需要用單位叫做 就要記得要把焦耳換成 看他上面寫 多少你就記多少 對 換焦耳費 我們以前教過的 所以有不同單位就有個單位換算的問題 我們有一種叫做很耗電式本身是大功率 冷氣機的功率如果是小房間的 大概七八把瓦 用到客廳大概叫一千兩百瓦 然後呢 如果你們家這樣子的冷氣機 一天用八個小時 每個人用的不一樣 有人用的比較少 看的更兇 看一整天的還是更兇 然後你可以用三十天 一度電算三塊錢 請問你要付多少 算完你就知道 為什麼這些老人家 買了冷氣機 捨不得用 說那實在好浪費電喔 買了用它之後 電費就會暴漲 來你猜猜看 如果是一千兩百瓦 就是一點二千瓦對不對 就表示就做什麼幾度電 1.2度電 那用八個動作乘多少 乘8嘛 他算三個就再乘30嘛 然後再乘一度電三塊錢嘛 所以呢 你用負能用了288度電 然後一度電三塊錢就花了864塊 所以光為了開冷氣 你就要花掉近千元的電費 還不用算人家的電冰箱 不用算人家的電燈 什麼都不用 就只有為了它 所以為什麼用了冷氣之後 電費常常就會暴漲 因為它是大功率 用電用很兇 除了冷氣機之外 家裡還有很多大功率的電氣 比如說微波爐 還有吹風機 都是大功率 可是你通常用的時間都很短 你微波爐不能微波兩個小時吧 吹風機吹個五個小時吹風機吧 不會嘛 就只有一下下 所以就沒有感覺 它很耗電 事實上它就是很吃電 你用的時間短 所以你不感覺要說你用了它電費就會暴漲 就會暴漲 很多人都這樣 只要說本身是大功率 那就會很耗電 但是 但是 螞蟻熊逼 每個人的耗電量不多 但加起來 一樣很可怕 比如說以教室為例 教室的燈管 通常大概有 六十六十瓦的燈管 教室要大概二十多支 二十多支 我們全校有七十間的教室辦公室 然後假設我每天點十個鐘頭 從早上七點點到下午五點 然後一個月算二十天 然後呢 一度電三塊錢 請問你學校為了點電燈 就要付多少的電費 好了 第一個六十瓦 零點零六千瓦 然後呢 要用十個 一小時就是零點零六度電 那乘十個小時 然後再用二十天 所以呢 每一支 一個月 就用掉十二度電 然後呢 你有二十多支 然後 有七十間教室 所以乘出來的時候 你就用了兩萬多度電 一度電三塊錢 你就花了六萬多塊的電費 只花六萬多塊 不要算 其他的用電 比如說我們的偵辦箱 都不要算 只要算 點電燈 只要算點電燈 你就要花掉六萬多的電費 只有你們比較不容易聽到 我們比較容易聽到 我們總部處就跟你一直 該 該說 我們那個 電費 不夠用 因為政府有給一個 額度 電費的額度 因為 實在很兇 用電實在很兇 這要做 雞少成多 啊 每一個都不多 加起來就很可怕 台北市最近比較沒有了 之前幾年 元宵節燈會的時候 人脈路上面就花一大堆的小燈泡 燈結嘛 燈會嘛 每個小燈泡的用電都很少 一瓦 不多嘛 可是他有 數萬個 數萬個 十萬個 一大堆 加起來就很可怕 所以發現那個點電燈 點那個燈泡的旁邊 都有個發電機 然後來啟動他電的需要 因為他 雖然每一個都不多 但加起來 還就很可怕 要積少成多 所以 我們要告訴你 要節約用電 要節約用電 要找適當適合的功率 然後不管他是大功率還是小功率的 都要注意小心的使用 然後該關的時候要關掉 然後要進程的節約 隨手把地人關掉 不要讓他被騙 就是 現在 現代國民 應該了解 所知道的事情 可以嗎 可以